花莲在10号新增的确诊人数当中有一名是花莲女中的学生 感染源不明,花莲女中在11号官网公告说 全校停课14天到25号才要恢复上课 另外包括了东华富小米国小在 今天也公告全校预防性停课 希望能够抑制疫情扩散 花莲女中10号发布公布内容提到 校内目前有一名学生27306确诊 该班级即刻起停课10天 改采线上教学 校方也在当日完成了清销 失声11号即可正常到校 不料疫调后发现该名学生 2日就已经出现喉咙痛症状 经过进一步的筛检后 深夜又再度传出了一人确诊 为了抑制疫情扩散 花莲女中是紧急宣布全校停课 预计25号恢复复刻 对你们目前的一个实际上面 有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可能住宿生 就是晚上回来 但突然间收到讯息 就是要早上可能都要请家人来宰 那会不会对于这次的一个 就是从线上教学 会不会比较熟悉或适应这样子 会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之前已经有过一次了 此外东华富小明义国小 今天也宣布预防性停课一天 初步了解两校均传出了有学生确诊 而确诊班级则预计停课10天 若疫情再扩散 不排除全校停课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码